我是金圈太子爷梁牧尘名义上的妻子 酒局上他左搂右抱喝到两三点 我任劳任怨地接他回家 回家后我扭头 声音平淡 跪下 砰 此时他满身酒气 依旧跪得笔直 哽着脖子冲我喊 池飞丸你别太过分 你让我跪我就跪 话虽这么说 他却依旧老老实实地跪在地上 嘴里还在嘟囔着 你别太自以为是 我们男人就是听老婆的话 而你恰好是我老婆而已 你可别以为我喜欢你 我没理睬他 竟只走向客厅往沙发上一趟 保姆已经见怪不怪 给我拿来果盘和温牛奶后 回到厨房给梁牧尘煮饧酒汤 我开了一部电影看 男主赫然是我的老同学令晨 剧情刚过一半 梁牧尘有些跪不住了 他清了清嗓子 故意弄出一些声响吸引我的注意 我放下薯片看过去 他露出一个讨好的笑 我能起来了吗 我扭过头去继续看电影 嘴里嚼着薯片 淡淡地嗡了一声 梁牧尘站起来 晃晃悠悠有些不稳 缓和了一会儿后 刚好保姆煮完了醒酒汤 他端着醒酒汤往我这边走 你在看什么 怎么又看他的 影片中 令晨饰演的蛇妖 衣着半裸在河里洗澡 梁牧尘像炸毛了一样 不就是腹肌吗 谁还没有一样 池飞丸你看我的 我的比他大 我淡淡地瞥了一眼 不置可否 许是胜负欲作祟 他见我不为所动 强忍羞耻加了一句 我的还能摸 我想了一下觉得可行 便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示意他坐过来 怎么了 你离那么远我怎么摸 梁牧尘耳垂很红 整个人挺在沙发上 就像一条案板上任人宰杀的鱼 冰凉的指腹猛一靠近 他下意识往后躲 别动 摸摸又不会掉块肉 男人应了声好 声线紧绷 电影还在放 原本看的津津有味的电影 现在却觉得他的声音恼人 索性掏出遥控机关掉 客厅的主灯已经关了 只于一盏昏黄的小灯 光线暗淡 隐约能看到沟壑分明的线条 我有些好奇他此时的神情 抬起头 只见他眼睫半垂 幽深的黑毛里 暗流翻涌 一声脆响 醒酒汤打翻在地 只不过 现在没有人有心思处理这些 窗外明月高悬 卧室的灯亮了右暗 梁牧尘攥住我轻瘦的手腕 一乱情迷之际 他呢喃了一句 早早 我顿时一脚 把他踹到了床下 空气中泛起些凉意 我坐起身子 拢好衣衫 冷声问他 早早是谁 梁牧尘脸色一下子煞白 心虚到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强撑着体面 我 我去客房睡 扔下这句话后 抱着被子落荒而逃 夜色微凉 我全倚着靠枕 看着窗外的月亮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了 半年前 几乎是一夜之间 我妈去世 池氏濒临破产 为了挽回池氏集团 我爸给我跟梁牧尘定下了婚约 世人皆知 我跟金圈太子爷梁牧尘是死对头 一朝落魄 他娶我回家 只是为了欺我如我 就连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 但我没得选 我知道 现在我们持家不复以往 需要仰仗梁牧尘的鼻息生存 所以我收起了所有锋芒 老老实实地订婚结婚 对待梁牧尘也是小心翼翼 结婚当天的晚宴 梁牧尘被朋友们灌得有些醉了 领口解开了几颗扣子 眸色漆黑 眉眼间韵着几分醉意 他漆身将我压在床上 一只手握着我纤细的手腕 一只手轻轻摸着我的脸 声音中带着几分迷离 早早 我好喜欢你呀 早早 可是 我叫池飞婉 那早早是谁 我还是没能忍住自己的脾气 一脚把他踹下了床 梁牧尘的酒 顿时醒了一大半 他就跟今天一样 心虚地抱着被子 去别的房间睡 我恨恨地咬了咬牙 行啊你梁牧尘 有本事一辈子别来我房间睡 清晨起床 保姆已经把醒酒汤的屋迹 打扫干净了 我想着昨晚那部还没看完的电影 握进舒服柔软的沙发里 打算看完它 这时候 手机铃声响了 我接起电话 听到了李导喜气洋洋的声音 小池啊 你准备得怎么样啊 没什么问题的话 下周禁组吧 期盼了半年的事情 总算有了结果 嘴角忍不住往上扬 有晚宴的请帖送到家里来的时候 我破天荒地答应了下来 跟梁牧尘结婚后 我很少参加这些活动 因为我知道 在我跟梁牧尘针锋相对的那些年里 他们京圈的少爷小姐们 都看我不顺眼 如今我的家事一落千丈 定会借着机会狠狠地羞辱我 晚上 我换上一身白色刺绣墨胸长裙 配着同款的披肩 发丝微卷如约推开了宴会厅的大门 里面顿时传来了 稀稀素素的议论声 这不是梁绍的老婆吗 她还真敢来啊 她不会是来砸场子的吧 放心她不敢 在梁绍面前 她就跟条狗一样 听到这些声音 我心底淡然 但面上换上了 他们期盼的怯懦中 带着几分倔强的表情 我曾是护圈长公主 这种宴会参加了不下百次 可我此时却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好似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大场面 果不其然 那些人脸上的嘲弄更深了 我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 寻了处角落坐下 眼神不安地飘来飘去 带着我名字的讨论声此起彼伏 众人不屑的目光 几次落到我身上 我倔强地咬着唇 强撑着体面 突然 宴会厅中的音乐声一变 舞台中央的主灯骤然亮起 所有人的目光 齐齐望了过去 灯光下的女人 一双上挑的凤眼 明媚好耻 巧笑嫣然间 抬手挽了下耳边的碎发 她是叶家刚回国的大小姐 叶早 明明是她万众瞩目的时刻 却频频有人朝我看过来 原因很简单 我跟这位宴会的女主角撞山了 叶早显然也注意到了 此时的状况 脸上闪过一丝不悦 等她结束简短的讲话后 下台静止向我走来 屈高临下地看着我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池小姐吧 不等我回话 她上下打量我 两眼后继续说 不就是个为了钱 爬上陈哥哥床的玩意儿 还真当自己是梁太太了 我的睫毛微微垂下 在抬眼时 眼底泪珠打转 却仰着头 不肯让泪珠掉下来 叶小姐 你不要血口喷人 叶早好像听到什么笑话一般 不屑笑道 我血口喷人 周围的人七嘴八舌的开口 要不是早早在国外留学 你横插一脚 现在说不定 梁少都要跟早早求婚了 就是 我们早早可是梁少的白月光 你又算什么 我有些愣神 早早 原来叶早是 梁牧尘心底的白月光吗 我看着叶早的脸 一口气梗在心头上 不去下不来 宴会厅的门再次打开 一群人簇拥着梁牧尘进来 他西装鼻挺 棱角分明的脸上 没有一丝表情 一双黑眸 更是深不可测 我色缩着肩膀 尽量减少存在感 可他还是一眼 就锁定了我的位置 叶早满是欣喜的声音 骤然响起 陈哥哥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我的归国宴 梁牧尘抬手打断了他的话 目光冷沉 不好意思叶小姐 我是来接 我趁其他人没注意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他话头一转 说 我就是来做做 叶早顿时喜笑颜开 他这样的态度 更加证实了 我不受他所洗的传闻 众人开始七嘴八舌地 讲我跟叶早之间的矛盾 似乎是想让他给叶早撑腰 斥责我一番 梁牧尘脸眸 面色冷沉 却没有说话 一片寂静中 我给他使了几个眼色 示意他说点什么 梁牧尘在我催促的眼神中 倾咳一声 持非婉你 你最好认清自己的身份 等回家我再收拾你 与毙 他的脸上飘上了一丝 若有肆无的薄红 我倔强的泪珠 挂在眼睫上要掉不掉 梁牧尘 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应该给我 跪下 梁牧尘的膝盖顿时一软 我连忙扶住他 这句跪下 可不是我说的 王总夫妻不知道 起了什么矛盾 王太太喊得声如红钟 好在那一瞬间 众人齐刷刷地扭头 去看王总跪地的画面 没人注意到 梁牧尘也险些跪下 有知情的人回过头来 压低声音说 听说王总和他太太 这么多年青梅竹马的感情 可王总那个秘书 动了心思 想横插一脚 这不 被王太太知道了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小三真该死 我赞同地点头 接着便对上了 其他众人的目光 不是 你们看我干嘛 这场宴会的社交属性 更重一点 很快这群少爷小姐 开了几瓶好酒 围坐在一圈 我这个局外人 备受排挤地 缩在角落里 几次对上梁牧尘 欲言又止的目光 我都全倒没看见 阳台处的夜风吹了进来 我紧了紧轻薄的披肩 正在听其他人说话的梁牧尘一愣 脱下西服扔给我 见其他人游移的目光 梁牧尘咳了一下 冲我诞生道 我太热了 你给我拿着 我适时露出了那幅窝囊中 带有几分倔强的表情 然后 麻溜地把外套披到了肩上 夜早看着我身上的外套有些不满 轻声对着梁牧尘说 陈哥哥 我有些冷 梁牧尘只淡淡地嗷了一声 再无其他表示 周家的二公子周淑达看到这幅场景 有些恨铁不成钢的开口 夜早都回来了 梁哥你就别嘴硬了 对呀对呀 我们都知道你 梁牧尘皱着眉头打断他们的话 夜早是谁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周淑达呆愣地指着夜早 梁牧尘眉头间的沟壑更深了 他不是叫夜秒吗 他改过名字 但是梁哥你说得早早 听到早早两个字 梁牧尘下意识看了我一眼 腰背绷得挺直 眼底流露几分紧张 再一次打断周淑达的话 别胡说 一时间 夜早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 越来越难看 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一滴清泪顺着脸颊滑落 果然 你还没忘了他 梁牧尘有些头疼地揉了揉眉心 给了他们一个警告的眼神后 拦住我的肩 你醉了 有什么问题 我们回家说 一进家门 都不用我开口 梁牧尘就熟练地跪了下去 我却没再回头看他 静止走到楼上卧室 去收拾行李 眼见情况不对 梁牧尘追到楼上来 看着我满满当当的行李箱 从背后缓着我的腰 刺人的短发 扎着我的面颊 我不由得有些闪躲 腰间有力的手臂收拢了几分 梁牧尘开口 语气有些受伤 吃飞碗 你这是在干什么 夜里光线暗淡 隐约只能看见他身菌的下颌线 我转身 湿润的唇瓣擦过他的耳垂 记得他微微一抖 在这暧昧横生的气氛中 神色平静 无波地开口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早早是谁 梁牧尘仍然避而不答 我拿手指点了点他 行 算你小子嘴硬 我又不是傻子 我的名字是吃飞碗 飞碗 不就是早吗 楼下传来保姆的问询声 我毫不犹豫地 把他推出了门外 第二天一早 我拖着行李箱出门的时候 梁牧尘正在吃早餐 吃飞碗 你要去哪 我坦然道 我离家出走啊 他眼神危暗 博纯闽承一道直线 盯着我看了半晌 才不情不愿地说 那早点回来 看我心情吧 公司的保姆车 已经停在门口 我毫不犹豫地转身上车 隔着车窗 我看见梁牧尘 站在原地没动 垂头丧气地 像只被抛弃的小狗 不由地轻轻笑了起来 他装什么样子 明明我签在他公司名下 经纪人 助理也是他安排的 这部戏开拍经纪人 肯定早就跟他打过招呼了 路途漫长 我坐在车里重温这个半年前 都已经快翻烂了的剧本 因为这部戏的题材问题 我跟李导签了合同 却迟迟没过审 更因为我是新人 还跟李导签了个 第一次亮相的合约 导致这部戏被卡脖子后 我也只能在家干等着 好在形势 有了新的变化 对于这类题材限制 松动了一些 李导便马不停蹄地 召集团队开拍 时隔半年再见李导 寒暄过后 他让我重新试一遍戏 是的 还是我之前把握不好的那一部分 但这次李导 看到我的表演非常满意 原本还担心 你找不到这种自卑中 强撑着自尊的感觉 现在看来 你进步很大呀 这半年没白等 我低下头 敏唇笑了笑 这要多亏那群 金圈二代的陪演了 说实话 在我们家濒临破产之前 我过得顺风顺水 除了一个跟我针锋相对的梁牧尘外 几乎没人敢对我找不痛快 所以我从来没有感受过 被贬低 被奚落的感觉 然而 我接的这个角色 是误入上流社会的贫困生 在他成长起来之前 一直在富人面前 强称自己的自尊 殊不知 那些人一眼 就能看穿他 看他像个笑话一样 最开始尝试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找了很多相似案例学习 肯让李岛看了我的表演 觉得还是差点意思 直到我被一道道歧视的目光注视的时候 我才明白 我的表演中差的是什么 是下意识的躲闪 优渥的家世 造就了我的自信 待人接物时 不卑不亢 与人对话时 毫不畏惧地看着对方的眼睛 想做什么就去做 可女主一辈子听到了 太多的否定和辱骂 她极度自卑之下 强称的自尊 必然是直老虎一样的存在 所以 她在面对一些人和事的时候 总会下意识地闪躲 有了对角色更深刻的理解 再加上李岛的指点 拍摄的过程还算顺利 只是为防再出什么意外 拍摄进程狠赶 从早到晚 苦哈哈拍了一整天 回酒店简单洗漱完躺下 我的眼皮就累得睁不开了 房间中设施简陋 不比家中温暖 我整个人缩进被子里 迷迷糊糊中抱紧了一个热源 一觉睡醒 我才看清梁牧尘睡在我身侧 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来的酒店 此时的她眼皮尘河 倦庸疲惫地半躺着 呼吸清浅舒缓 凌乱的碎发盖住额头 看着竟有几分乖巧 我静静地看了她半晌 还是忍不住坏心思 故意捏住了她的鼻子 梁牧尘挣扎着悠悠转醒 我先生夺人 你怎么在我床上 梁牧尘紧心虚了一瞬 接着便理直气壮地说 你是我老婆 我不在我老婆床上 在谁床上 我扯过外套披在肩上 冲她灿然一笑 道 在早早的床上啊 梁牧尘被我的话一夜 想说什么 又在我一眨不眨地 注视下咽了回去 索性把被子拉过头顶 埋头装死 助理的敲门声响起 我应了一声 连忙洗漱收拾完 赶去做装造 到了片场的休息室 我眯着眼睛小气 任由化妆室在我脸上涂抹 助理小葵在一旁敲手机 敲得哒哒作响 昨天晚上 梁牧尘什么时候来的 梁总凌晨三点到的 怕打扰你休息 就让我给他开的门 我点了点他的额头 小叛徒 昨天的小蛋糕白喂你了 小葵傻笑着看我 吐了吐舌头 装画完后 小葵忙拿出早就买好的皮蛋瘦肉粥 让我趁机喝两口 我咬着吸管 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 回过头去 见到了这部戏的男主角 也是我的高中同学令晨 他在上学时期就被星探挖掘 如今更是家喻户晓的影帝 注意到我手指上的婚戒 令晨有些不可置信地问 你结婚了 我摆弄了两下婚戒 笑得弯了下眼睛 对呀 空气中静了一瞬 令晨强撑起笑脸道 真是想不到你会这么早结婚 我记得当年跟你告白的时候 你说不会喜欢先喜欢上你的人 那样没有挑战性 令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又接了一句 我在来的路上还以为我还有机会呢 我目光微微放空 有些怀疑 我高中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吗 不过仔细回想 确实在记忆中翻到一些场景 那时候看了一本小说 喜欢模仿里面女主的一举一动 觉得女主就喜欢挑战不可能的态度很酷 我就拿着这一句话拒绝了一圈人 现在想想 那时候的自己真是尬得不堪回首 小葵盯着面前这个想挖他们老板墙角的男人 如临大敌般地站起来 阻隔了令晨看向我的目光 我看着小葵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 心下想笑 令晨往旁边绕了一步 还在等我的回答 毕竟接下来一段时间都要合作 我跟令晨留了点面子 委婉地说我们还有合作拍戏的机会 开拍以后 总觉得有一道目光如影随形地跟着我 拍完一幕后 我四下搜寻 果不其然看见了树下熟悉的身影 小葵一路小跑拿来外套 令晨顺手拿过想给我披上 小葵立马紧张兮兮地夺了回去 令影帝这点小事我来就好 在他俩争担那一件外套的时候 梁牧尘大步走来 敞开黑色羊毛大衣 将我整个人裹在了里面 猝不及防之下 我有些没站稳 张开手臂 还住了他静瘦有力的腰腹 隔着单薄的衬衣 感受他体温的温热 片场人声嘈杂 此时我却只能听到 耳畔隆隆作响的心跳 你 你们 令晨惊呼出声 过度失神之下 助理刚刚塞到他手里的杯子 直直摔到了地上 我在一片黑暗中 想挣扎着露出脑袋说些什么 梁牧尘却连忙摁着我的头 将我的脸藏在他胸口 深不见底的黑眸 冷冽地扫向令晨 视线中暗含审视 梁牧尘 你跟池飞碗 你们两个怎么会 令晨来回打量 声音中满是惊诧 梁牧尘听罢 轻挑下眉 嘴角酿起弧度 悠哉悠哉开枪 池飞碗是我梁牧尘的妻子 不怪令晨这么吃惊 要是高中时期的我 打死也不敢相信 我跟梁牧尘认识 是在很小的时候 她是京市人 跟着妈妈到护士的 老爷家小柱 一脚踩她了 我的沙子城堡后 我揍她 她告状 我挨揍 我又揍她 她在告状 我还挨揍 就这样 我俩的梁子越结越大 每回遇见 都要互喷两口 以表敬意 不过因为上学 她只有寒暑假 才来住几天 我们遇见的天数不多 谁知初中那年 她转学来了护士 还跟我一个学校 从年级名次之争 到学校最受欢迎同学 名额之争 就连学校评选校花 她都放一张 她小时候穿裙子的照片 跟我争上一整 她抢我的 我抢她的 矛盾越闹越大 针锋相对 到了她说 一加一等于二 那我就偏要证明 一加一等于三的地步 老师几次找我们谈话 希望我们握手言和 就怕哪天我们冲突大了 整一个全校大战 给学校丢脸 就连跟我爸去庙里上相许愿 我求的都是 祝梁牧尘早日倒霉 乃成想如今的光景 竟是我在她手底下讨生活 伴着阵阵惊雷 斗力大的雨滴倾泻而下 把外景场地砸成了泥坑 天空中突如其来 这场大雨打断了 原本的拍摄计划 无奈只能早些收工 回酒店的路上 小葵扒着水雾模糊的车窗 有些惋惜地探道 飞完姐 你想吃的成熙那家的 果仁糯米糕又吃不成了 我本来想着 今天去给你买的 细细细的雨声 听起来格外重眠 她说这话的时候 我懒散地靠着 梁牧尘宽厚的肩膀 半睡半醒 听不真切 隐隐约约回了她一个恩字 下车时冷风一吹 我打了一个寒颤 请客清醒 想着回房间也没什么事 就跟几个主创攒了个局 去酒店的休息室打开玩 梁牧尘迈着步子 悠哉悠哉地跟在我身后 眼见我跟令晨说着话 越靠越近 她漫不经心的面容上 浮现一抹韵色 伸手扯住我的领子 一转眼 我被带进了一间屋子里 背后是个人的门板 梁牧尘的双臂 呈禁锢的姿态 将我困于怀中 一点点栖身靠近 声音低压隐忍 为什么一直看她 在家里 你都看过她那么多次了 温热的气息落在颈窝 心间升起一阵阵站立 我故意激她 因为她好看 梁牧尘眸底颜色健身 滚烫的手掌 扣在我的腰间 粗力的指腹 捏住我的下巴 鼻尖相抵 幽黑的铜人对上我的 嗓音低沉沙哑道 还看她吗 我眨拔着眼睛 茫然无辜地说 你该不会吃醋了吧 她闭了闭眼 舌头顶了下腮帮 抬手揉乱我的头发 破为咬牙切齿地说 行了 你玩去吧 我有点是出去一趟 其实我跟令晨刚刚在聊的 都是上学时期 围绕着我跟梁牧尘的八卦 等我坐到牌桌上 他们已经打过几轮了 令晨不会打牌 拖着椅子坐到我旁边 继续讲八卦 我一边竖起耳朵听 一边注意牌桌上的局面 说到信头上 令晨一拍脑袋 打开手机翻找半天 总算找到了一个陈年老铁 梁牧尘昨天盯着 吃飞碗的背影 看了半个小时 他该不会暗恋吃飞碗吧 1L 暗恋不可能 暗杀倒是有可能 2L 但是谁会盯着自己讨厌的人 看半个小时啊 我投梁牧尘口贤体正值一票 3L 我承认吃飞碗是有几分姿色 但是配我们梁哥 还是差了点 4L 配不配你说了算 我觉得梁牧尘这目光 多少有点缠绵 5L 你们没听过一个词吗 相爱相杀 梁牧尘一定对吃飞碗爱的深沉 在各种嘈杂的声音中 梁牧尘下场了 123L梁牧尘 如果我喜欢上吃飞碗 这辈子都当不了真男人 我刚看完这句 还没来得及吐槽 身后一阵凉气袭来 梁牧尘的碎发被鱼打湿 裤脚阴湿 挺阔的大衣染上湿液 他没好气地 将手中的东西放到桌上 小葵冲我眨了眨眼 刚才梁总专门带着我 去给丸杰买糯米糕 梁总知道丸杰想吃 冒着鱼也要去排队 这是什么绝美爱情吗 梁牧尘的耳垂泛起飞色 凌厉的下河线绷紧 声音略显僵硬 什么爱情 我对他好 只是因为他是我老婆而已 我才不喜欢他 是是是 我咬了一口香甜软糯的 糯米糕随口道 转过头去 四个二 我赢了 明明我是顺着梁牧尘的话说的 他却好像有些生气了 电话铃声一响 捏着手机转身就走 背影潇洒挺拔 步伐迈得极重 一步一步的 好像在泄分一样 这一群人难得放松 打牌打到近两点才散场 我伸了得懒腰 转眼一看 小葵又不知道溜哪玩去了 想着他可能有什么事 就没再找他 跟令晨顺路往酒店房间走去 路过酒店大厅 却意外看见梁牧尘提着行李 急匆匆往外走 小葵仰着头看他 跟在他身旁叽叽喳喳 他有些跟不上梁牧尘的步子 有些气恼地扯住了他的衣袖 梁牧尘无奈地低头笑笑 配合地放慢了步伐 眼睁睁看着两人一起上了门口 那辆低调奢华的麦巴赫 令晨犹疑不定地回过头来 接接巴巴道 他 他们 我垂下眼睫 不动声色 轻轻摇头 走吧 第二天一早 小葵匆匆赶回酒店 摇晃着脑袋 嘴巴一张一合 不停地打哈欠 我没好气地 抬手点了点他脑袋 困成这样 昨天晚上做贼去了 小葵黑黑一笑 强打起精神 从包里掏出一个黑色牛皮本地给我 凑到我耳边小声说 我从梁总那里偷的 姐姐你小心看 别被别人发现了 我忍俊不禁 捏了捏他的肉脸 好小葵 双面间谍 姐姐没白疼你 小葵被我捏得呲牙咧嘴 揉揉眼睛 去屋里补教 我今天的戏份是在下午 时间宽裕 便靠在沙发上观摩一下小葵 给我偷了个什么好东西 第一页 嗯 满满当当全是我的名字 看到我险些不认识 吃飞碗三个字了 第二页进入正题 写着先婚后 爱攻略笔记八个大字 我突然想起 结婚前夕 梁牧尘满脸冷酷 让我签的那纸结婚协议 该不会就是 从先婚后 爱爸总文理学到的经验吧 不确定 再看看 梁牧尘自如其人 苍敬有力 做的笔记认真工整 如同上课时做的版书 只是这写的内容 让人看了大跌眼镜 一约法三章证明 我是个有原则的人 激起早早的征服欲 二同床共枕 保持锻炼胸肌腹肌的线条 PS 早早好像更喜欢腹肌多一点 三装醉男人三分醉 抱着早早睡 不能喝太醉 不然说漏嘴 四英雄就没等 早早给个机会 五离婚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这个绝对不行 画掉滑掉 六宴会一定要让早早远离周树打 他个大嘴巴 万一让早早知道 我暗恋他很多年了怎么办 七打听喜好容我骄傲一会儿 这我根本不用打听 早早喜欢吃鲜笋 喜欢吃刺身 衣服喜欢浅色系 喝水喜欢五十度 果然我猜的没错 他喜欢的早早就是我 至于他为什么喜欢我 我这么优秀 他喜欢我不很正常吗 我喜滋滋地继续往后翻看 日子一天天过去 拍摄进度赶得飞快 拍完杀青大戏的那天 李岛喝得醉醺醺的 开心得找不找北 谁承想第二天一觉睡醒变天了 这部戏再次因为题材原因受到限制 之前接洽的几个影视平台 纷纷取消了合作 眼看着这么多天的心血 就要打了水漂 李岛一口气险些没上来 被送进了医院 剧组中每个人的头顶上 都是一片愁云惨淡 回到家 几天没见到梁牧尘 他忙得脚不粘地 直接住在了公司 总是想着他一副恋爱脑的样 险些忘了 他其实是个霸总了 那天梁牧尘回家一趟 娶了他一直放在书房珍藏的字画 急匆匆地走了 又是几天不见人影 直到家里收到一封 璀璨大赏的邀请函 我才知道 他那幅字画是送去给影视界的延老 求他出面帮忙转还 璀璨大赏是首屈一指的影视鉴赏会 也是拉投资 结识人脉的高档次场所 他们的邀请函 一般只会发给超一线艺人 或者有大爆体制的艺人 而我们这部戏入选璀璨大赏 足以向各个影视方说明 这部戏能赚钱 且不会有什么风险 璀璨大赏当天 各色社会名流 影视大腕 衣着光鲜地端着酒杯四处交谈 我提着裙摆 笑盈盈地跟梁牧尘对视 梁牧尘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他红着耳根 强行辩解 你可别误会 我不喜欢你 我语气纵容 是世事 你为我铺路 投资戏 赔吃赔睡 只是为了羞辱我 刚刚在外攀谈的那一会儿 梁牧尘表现的就有些疲惫 他捏了捏鼻根 坐到休息室的沙发上 我半蹲在他面前 语气真挚 谢谢你 为了我们这部戏 做了这么多 梁牧尘目光一闪 呼得坐直了身子 寻寻善诱道 我是因为你是我老婆 才为你做这些 所以你应该说些什么 我恍然大悟斑点点头 既然这样 我还说什么谢 取了我你活该的 跟梁牧尘伴着嘴 拿过一旁的酒瓶 倒了一杯戳饮 梁牧尘疲倦得拧眉 终是抵抗不过倦意 征求我同意后 点了根香烟行神 休息室的门忽然被打开 迎面走来几个公子哥 其中有一人上下打亮了我两眼 标志性的下三百眼 让我看着极为眼熟 在走近些 我猛然想起来 有次去接梁牧尘 遇到这个人 醉酒对小女孩动手动脚 我去阻止 他骂我多管闲事 我就十分不小心地 给他踹断了腿 此时那人眼中 闪过了扭曲的恨意 不怀好意地开口 这女人喝酒 你怎么能让她坐着喝呢 让她跪着喝才对外 隐约间传来几声讥笑声 想来是他们 也听说了我跟梁牧尘 以前不和的消息 所以肆无忌惮地在她面前奚落我 梁牧尘已靠在沙发上 指尖燃着香烟 姿态轻松 声音散漫地开枪 你想让她跪 行啊 那人得意洋洋地翘起唇角 还不等她笑出来 梁牧尘抄起酒瓶子 对着她的头砸了下去 酒瓶炸破 碎了满地碎片 醒目的红混合着酒叶 顺着那人的额头留下 对上梁牧尘凌厉的黑眸 她瑟缩着往后退了两步 听到这边的一响 很快围过来一群人 那人摸了下头顶 一手的血 脸色惨白 梁 梁绍 你凭什么打我 梁牧尘没看她一眼 只懒懒地一招手 马上冲进来几个男人 架着她往外走 你们 你们这是要带我去哪 夜早暴毙站在一旁冷冷道 什么东西在这里丢人现眼 受伤了送你去医院啊 难道直接送殡仪馆 这场闹剧收拾完 夜早站在一旁欲言又止 似乎是有话想对我说 我跟着她一步到了阳台 原本总是昂着下巴 目光骄傲的夜早有些扭捏不安 清了清嗓才开口 那个 之前我说过侮辱你的话 对不起 她抬眼看了我一眼 又马上垂下眼皮盯着脚尖 辩解道 不过那也不能怪我 都怪梁牧尘 她让我们全都误会了 高中的时候 我们过年去聚餐 她喝的有点多 嘴里漏了很多话 说她喜欢枣枣 想把枣枣取回家 我们那一圈朋友中 只有我名字里有枣 后面我出国 周舒达他们对梁牧尘几番试探 他都避而不答 就越发让我们肯定心中的答案 时间长了 我们也就都把这没有正式的猜测 当成了事实 许事越讲越气 夜早语气变得激昂 眼神骂得很脏 我还真以为她暗恋我那么多年 国外小男生追我 我都没敢答应 就怕辜负了她的一番心意 结果白白耽误了我这么多年 幸好我下周就回米国 等我回去我就谈一段恋爱 不 我要谈十段 阳台门口的绿植枝叶晃动几下 隐约间能看到有人躲在了后面 我忍住笑意 晃了下手中的酒杯 夜早总算把心中冰冰之气倾诉了出去 整个人心平气和不少 随后抬起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 肯定道 其实你才是那个早早吧 梁牧尘冲出来想阻拦已经来不及 合上眼皮 一副心如死灰的模样 周舒达从他背后冒了出来 幸灾乐祸道 梁哥你这是什么表情 嫂子就这么拿不出手吗 要不是你死活不承认 我们也不会被你误导了这么久 我眯起眼睛 目光危险地看向梁牧尘 他呼吸一致 磕磕绊绊地解释 不 不是 我之前年少不知是 随口发了一个试 闭了闭眼 艰难地说出实情 要是我喜欢上吃飞碗的话 就让我做不了真男人 周舒达顿时笑地前仰后合 那你这可怎么办 万一跟之前的一样应验了 梁牧尘一身鼻挺的西服 利落地勾勒出宽肩长腿 鼻梁高挺 眉眼深邃 气场凌厉冷然 此时却摇摇欲坠 好似世界坍塌一般 夜早好奇地问 他之前发了什么事 周舒达看热闹 不嫌是大地笑着说 他说 要是他打不过吃飞碗 拿不到他们学校的 风云人物评奖 就去操场跑二十圈 后来他偷懒不想认账 结果遇见团长舅舅回家探亲 逼着他不多不少 正好跑了二十圈 考试之前 他又说 要是他考不过吃飞碗 他们家的出国游 他就不去了 放假在家做十套卷子 他又想赖账 但他护照恰好丢了 当老师的小姨 又恰好送了他十套卷子 从那以后 他就再也不敢随便发誓了 哈哈哈哈 听完 夜早也跟着笑 叶峰刮着树叶打了个转 趁得梁牧尘身影更加凄凉 我眨眨眼 还是决定将实情告诉他们 其实 是我跟梁牧尘的舅舅告的状 那卷子 还是我跟小姨一块买的 我跟梁牧尘都不是掐肩要强的性子 可一遇上彼此 那就非要分出个先后 原本我俩只在中游徘徊的成绩 硬是在攀比之下 挤进了年级前十 导致我们两个学习压力都很大 我学习压力大的时候 就去庙里找菩萨诅咒他 他学习压力大的时候 就在学校论坛里放狠话 其实我不爱逛论坛 也总会有人来跟我说 梁牧尘又想在什么地方踩我头上 我为了赢过他 连着几天没睡好觉 他居然还想赖账 那时候我正好遇见回家探亲的陆小叔 也就是梁牧尘的舅舅 我就偷偷跟他说了 梁牧尘言而无信的消息 后面那次 小姨来给我家送陆奶奶亲手包的包子 说了梁牧尘即将跟家里人去瑞士滑雪 问我想不想一起去 我看他又想赖账 就有些生气 跟小姨说他之前发的事 小姨笑了笑 回家就跟梁牧尘商量着 把梁牧尘的护照藏了起来 周叔达拍了下梁牧尘的肩膀 好消息 你不用担心誓言成真了 坏消息 你要小心誓言成真了 眨眼间已经到了后半夜 离岛喜笑颜开地端着酒杯 来跟梁牧尘道谢 这一晚上 他已经跟国内最大的蓝字影视平台 达成了合作协议 这部戏优先级最高 很快就能上架 事已落定 我的心里也放松了几分 晚会散场 已经是晚上11点 这个时间开三个小时夜车回湖景别墅 也不太现实 好在梁家老宅离这边比较近 梁牧尘打电话回去 吱会了一声 推开别墅大门 客厅里给留了灯 我单手撑墙 准备换下高跟鞋 梁牧尘已经蹲下身子 攥住了我的脚踝 别动 他声音微雅 骨节分明的手指 轻轻巴扎我脚踝上 磨出的一道红狠 有点痒 有点疼 我有些不耐地踢了踢脚 催促他快点 给我换上拖鞋 梁牧尘垂下眼睫 硬了身好 换好拖鞋 我抬手拽住了梁牧尘的领带 一寸寸上拉 点起脚尖 与他鼻尖相抵 看着他脸颊的飞色 蔓延至耳垂 梁牧尘 你这是想干什么呀 他的睫毛颤了颤 眸底似有细碎的光 薄唇微凉 眷恋地落了下来 毛茸茸的短发 蹭着我的脸颊 像只小狗一样 早早 我真的好喜欢你呀 早早 早早 我忍了忍 还是没有踹他 我叫池飞婉 但你是我的早早 我张了张嘴 刚要说什么 耳畔突然捕捉到隐约的脚步声 僵硬地转过头朝客厅看去 就见梁牧和小葵 握着手对视一眼 面容难掩兴奋地说 磕到了磕到了 我连忙把梁牧尘推开 脸颊泛起一阵红 脑子里涌起 想逃离地球的念头 梁牧笑盈盈拉过我的手 我寻思 你们今晚肯定会喝点酒 就给你俩煮了醒酒汤 刚出锅正热着 喝完了早点去睡觉 谢 谢谢妈 我抿了抿唇 忍着休难道 小葵欣欣眼的棚脸 坐在餐桌对面 对着梁牧尘招呼道 梁总 快来呀 梁牧尘温柔地 敲了一下小葵的脑袋 在家里还叫梁总 小葵嘿嘿一笑 冲我摇头晃脑道 姐姐你没猜到吧 我是我哥的妹妹 梁牧尘信不走来 拉开我身边的椅子解释道 我姑妈家的妹妹 不知道从哪听说 你要去演戏 就跟我软磨硬泡的 说她想去给你当助理 小葵眼睛亮晶晶的 舅妈跟我说的 她说这样可以近距离磕CP 说着她还拍了拍胸脯 一副颇为骄傲的样子 我是你俩六年的CP粉 梁牧弯着眼睛 目光温柔 我是你们十年的CP粉 我茫然张嘴 目光中闪过一丝错愕 我跟梁牧尘结婚 满打满算也才一年多 十年以前 我跟梁牧尘在上初中 好像突然明白 为什么梁牧尘会从京市 转到户市上初中了 原来 我跟梁牧尘卷生卷死的源头 竟然是梁牧啊 似乎是察觉到 我目光中流露出的一点哀怨 梁牧轻咳一声 拉起小葵的手 时候不早了 我跟小葵就先上去了 你俩慢慢喝 不够厨房还有 步伐优雅 很快消失在视线里 梁牧尘懒洋洋的 将头搭在我的井窝 轻窥一声 幸好徐女士有远见 给我选到了 全天下我最喜欢的老婆 我扫了她一眼 冷哼 我怎么记得有只小狗 天天对我说 她才不会喜欢我 说她是狗 她还故意用毛茸茸的脑袋 蹭我的脸 一副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的样子 撒谎是小狗 所以小狗说的每一句 我不喜欢你都是 在说我喜欢你